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发布了大雨特报 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所以呢 宜兰县地区已经出现了短时的豪雨 那今天呢 包括了宜兰地区 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 可能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原因呢 跟这几天的情况呢 是非常接近的 一方面呢 是东北风带来的水汽非常的旺盛 二方面呢 在我们南部地区的这个第17号台风呢 它的暖湿空气呢 跟东北风在我们的东北地区撞击在一起了之后呢 那么就形成了更大的雨势 好 所以呢 提醒大家今天东北部地区 主要是宜兰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还有这个大台北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而北部地区呢 今天的雨势其实是比较大的 今天明天一直到礼拜五 可能要等到周末的时候呢 北部地区才会明显的看得到阳光 所以这几天要注意下雨了 好 北部地区因短暂雨降的几率高达80% 白天的温度23到27度 因为湿凉的关系哦 所以感受呢 那个温度呢 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请大家多多的保重 但是到了中南部地区被封面的地方呢 就完全无雨 非常的稳定 新竹以南呢 云量可能会稍微的增加一点点 但是呢 原则上还是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零 白天的温度很温暖24到32度 那么南部地区呢 也是一样多云 降雨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23到32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也高达7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29度 澎湖地区因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完全没有零 白天的温度24到27度 好 所以呢 人就是一个迎封面打雨 而背封面晴朗稳定的一个台湾 两个天气形态的一个情况 那么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高雄目前是25度 台中 台南 花莲 宜兰 澎湖 24度 台东 26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多跌少的 道成公益指数上涨了113点 收盘指数是28308点 涨幅0.4% 纳斯达克上涨了37点 收盘指数是11516点 涨幅0.33% 涨幅0.33% S&P指数上涨了16点 收盘指数是3443.12点 涨幅0.47% S&P这个费城半导体呢 则是小跌了0.03点 收盘指数是2385.82点 跌幅0.02% 近乎平盘 好 这里面呢 五大科技类股其实都上涨啊 那么包括了苹果上涨1.32% 微软上涨了0.2% 亚马逊上涨0.31% Alphabet上涨1.38% 脸书上涨了2.36% 那么五大科技类股其实是有利空的啊 主要的就是美国司法部呢 正式的控告Google涉及垄断 好 那这件事情的效应 不是只有影响到Google而已 因为现在呢 美国的商务部也好 司法部也好 还有各地的州检察官呢 也摩拳擦掌的对准的是 苹果 亚马逊跟脸书 所以后续的效应还是值得观察 不过美股的当中的五大科技类股呢 完全不受影响 持续的上涨 那么在台股的ATR的部分呢 那么也是全线上涨的 零电上涨了2.37% 台积电上涨0.75% 月光上涨了1.42% 中华电信上涨了0.24%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 那么以12月最活跃的 这个纽约交割期货来看的话呢 12月交割的期货来看的话呢 是上涨了64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1.70美元 涨幅1.56% 这是纽约西德州原油 而拜布兰特原油的 12月交割的期货呢 上涨了54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3.16美元 涨幅1.27% 黄豆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9.75美分 每普世1064美分 涨幅0.92% 至于黄金的部分呢 小涨了3.7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1915.40美元 涨幅0.19% 而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的 下跌了0.36个百分点 现在已经接近93的关卡 来到93.0959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指数 至于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跌多涨少 英国金融事报 白总股价指数上涨了4.57点 刷盘指数是5889点 涨幅0.08% 而这个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呢 下跌了13点 刷盘指数是4929点 跌幅0.27% 德国反安科普指数下跌了117点 刷盘指数是12736点 跌幅0.92%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么最新的一些消息 首先呢 是美国股市的上涨 其实呢 跟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裴若西呢 他呢 对于达成新一轮的纾困刺激方案呢 表达了乐观 好 那因为他表达了乐观 这个消息呢 就刺激了美国股市的上涨 那么不过呢 美国的白宫办公室的主任呢 梅多斯呢 他则是说 根据现在呢 裴若斯呢 就是美国民主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呢 跟美国的财政部长米努琴之间的对话呢 显示双方确实这个有了一些进展 但是在很多的问题上面 比如说对于州还有地方政府 对于企业的救济还有责任保护上面呢 仍旧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 但双方都淡化了星期二到期的这一个实现 好 所以呢 这48小时的最后daylight呢 没有真正的达成他那个daylight的效果 所以呢 还在继续谈 所以也没有这个最后截止期限这个问题 只是呢 有没有这么的乐观呢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乐观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这个纾困法案的部分 另外呢 就是美国司法部正式的对Google 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那么这是由美国的司法部 以及联合11个地方政府的州检察官呢 合起来对Google所提出的反垄断诉讼 这个呢是1998年对美国的微软公司呢 所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之后呢 最大的一个诉讼案 彭博甚至于认为呢 这应该是百年来最大的一起诉讼案 那么现在呢 美国司法部呢 他主要针对的是Google的网路搜寻引擎 还有广告业务上面的非法垄断行为 可是这不是其中的唯一的一起啊 那么另外呢 可以看到的是 还有一些地方的政府的州检察官呢 还正在针对Google的 比如说包括他的数位广告 也还正在调查准备要提起诉讼案 那另外对他的搜寻引擎 也还在调查 也希望提出另外的反垄断的诉讼案 所以呢 确实Google这一次呢 面对的是极大的压力 那么Google的回应则是呢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诉讼 存在严重的缺陷 那么因为之所以人们使用Google 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这么做 也不是被迫的 而是他们选择这么做 而不是被迫的 并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替代品 好 这个诉讼案呢 后续的影响呢 还不只是在Google这家公司而已 因为呢 美国商务部现在呢 也正在对科技业进行大规模的审查 就反垄断事务 对苹果进行监督 另外呢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那么FTC呢 也对脸书呢 可能会稍后发起诉讼 所以呢 这个科技相关公司啊 就包括了像Google脸书 还有苹果 都可能因为这些诉讼呢 那么后续的发展 会不会因此而分拆业务 像当年的微软 或者更早之前的AT&T呢 其实是科技界呢 最大的一个话题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现在拜登呢 因为他的营面非常的大 好 可能他会获胜 那么现在呢 最受到影响的 其实就是美国的债券市场 因为一般预测呢 这个拜登呢 会加税 加税之后 但是他又会扩大财政支出 而且支出的额度会非常的大 这个使得美国的财政问题呢 会变得更加的严峻 所以呢 使得美国的公债的吸引力呢 会降低 现在呢 有很多的预测认为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美国时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 会上升到1% 甚至有预测到1.8% 好 那现在呢 只有0.786% 但已经都比最低的时候的 0.5%呢 都要来的高很多 殖利率往上升 其实代表的是 它的价格 很这个 这个 这个严重的下滑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的公债 现在利空不断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澳洲呢 昨天公布了 10月份的 澳洲央行的会议记录 这会议记录里头 很明确的暗示 11月将要降息 还要进一步的量化宽松 所以这个使得 澳洲的澳币呢 对美元呢 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贬值 好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为了要去推展 这个半导体业 列为重点的 这个行业 但是呢 这里面呢 这个 这个烂语冲数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今年以来呢 发生了 这个多起的 这个晶片行业 然后停摆 而且呢 投资的额度呢 动则是百亿人民币起跳啊 包括了 长沙创新 还有南京德科马 以及德怀 半导体 华星通 成都 革新 还有武汉 红星 跟陕西 陕西 昆同 这几家公司呢 都出现了 停摆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这投资呢 就有去无回 所以现在呢 大陆的国发会 发改会呢 发出了重化 就太多 没有经验 没有技术 没有人才的 三无企业 投入半导体 所以现在呢 要整顿 而且警告 谁支持 谁负责 要去追究 地方政府的责任 好 这个整顿潮呢 值得关注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 路股的部分呢 昨天是开低走高的 上阵指数 最后收盘的时候 上涨了15.44点 收盘指数是 3328.10点 涨幅0.47% 深圳城市 则是上涨了 182点 收盘指数 13603点 涨幅1.36% 香港恒生指数 上涨了27点 收盘指数是 24569点 涨幅0.11% 好 回到国内的部分呢 在国际上面 先来看的是 跟台湾影响 非常关注度 非常高的呢 是南韩 记忆体的晶片厂 SK海力市 昨天呢 正式的宣布 以大约是 90亿美元的金额 买下了 英特尔的 储存型 快散记忆体 好 这个NameFlash 这个购买案呢 其实震撼了 NameFlash 的这个市场 因为呢 海力市买下了 英特尔的 NameFlash 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 全世界第二大的 NameFlash 的生产的公司 仅次于SanSong 而SanSong 跟海力市 两者相加起来的 市占率呢 超过了五成 那么达到了五成五 一方面呢 让NameFlash 的这一个 过多的 这一个产能呢 可以退出 但是二方面呢 这使得韩国呢 有寡占的优势 而且有 自定价格的优势 这对NameFlash 来讲呢 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冲击 当然有正面影响的 比如说 跟海力市乡 关系良好的 群联威刚 可能会受惠 另外呢 在封册上面的历程 可能就受创了 好 另外呢 伪创呢 买下了 这个马来西亚的 WD的马来西亚厂 希望能够来代工 客户的智慧音箱 好 那当然这个看起来 跟苹果的关系 还是蛮密切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经济部昨天公布了 这个 9月份的外销订单 金额呢 高达了500亿3000万美金 这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因为突破了500亿 这是历史上首次突破500亿 而且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年增百分之9.9 同时呢 电子跟传统产业呢 都是出现明显的成长 这里面呢 衰退 比较明显的是 资通讯 好 资通讯衰退 百分之9.6 可是经济部表示呢 这可能是因为智慧型手机 延后这个 这个发表 延后上市 所产生的低延的影响 而去年同期 又刚好是在上市的旺期 所以呢 出现了这个衰退 但后续延后上市嘛 迟早会回来的 好 另外呢 就是在化学品的部分 因为国际行情人就不好 所以人就衰退 其他的部分 全部通通都是两位数的成长 表现是极为强劲 而中华经济研究院呢 也上修了台湾今年跟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这里面呢 经济成长率上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固定资本增加 但是呢 民间消费反而是下修的 好 所以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台北股市 股民信心来到九年新高了